来到位于日月潭附近的纸教堂 它位于日月潭的桃米休闲农业区里 教堂内部是由58根高压纸浆铸造成的立柱之称 1995年板神大地震的惨烈灾情 让身为建筑师的板茂提出运用纸建筑的概念来兴建纸教堂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 在新故乡基金会董事长廖家展先生的协调下 将日本功成身退的纸教堂移住台湾 并举办千人立柱的活动 使得纸教堂成为中日情谊的最佳建政